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假設K是十數 那麼這個不等式 滿足這個不等式 它的整數部分 就是說 滿足這個不等式的整數個數寫成這樣子 那麼他問說 滿足這個不等式的整數個數 有三個的 那麼這個K 我也是為多少 那我把這個東西 寫成二次函數 二次函數的話 它對稱左的話 是X等於3 那X等於3 那這個K 調整什麼呢 這個二次函數它上下 然後呢 它那個 整數解 整數解的話 可以有什麼呢 可以有3 3的話它一定是它的整數解 它有3個嘛 另外一個整數解一定是2 跟4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如果呢 如果5的話 在這裡的話 還在底下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5個嘛 所以的話 這個K的話 一定要滿足什麼關係事 這個K的話 一定要滿足這樣的關係事 就剛好什麼 剛好是這個樣子 那介於什麼呢 介於這個 這個如果是5的話 介於這個樣子 就是說 齁 再來的話 這是1 這是5 這樣子 那介於這中間的那個不等式 它都有什麼呢 三個整數解 分別是2、3、4 那也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 我們曉得說 你如果呢 把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嗯 當什麼呢 當它的兩個根的話 是等於什麼呢 2跟4的話 那就滿足什麼呢 滿足這個 兩根什麼 兩根之基 啊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是X 平方-6X -K 你如果 令它等於0的話 然後剛好2跟4 是它的根的話 那麼兩根之基 兩根之基 就是 就是 就是負K 負K 負K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12的8 那這個時候的話 K就等於負8 那這個 有等於 因為它有包括什麼呢 包括等於 這個時候有等於 好 那另外的話 這兩根之基的話 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5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這個拋物線 就是 負K 等於兩根之基 兩根之基的話 是5 這個時候的話 K 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那個 負5 那這個沒有等於 因為 你如果等於的話 那就 就有幾個結 就有幾個整數呢 就有12345個整數 所以這不能包括 也就是說 K 它有什麼呢 這有包括 大一等於 負8 那這個沒有包括 小一年 負5 所以答案 K的範圍是 8跟負5之間 那這個有包括 負8 那這個沒有 所以 K就是這個範圍